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运动或者是养生 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延缓衰老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养生顾问有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好 杰文你好 我有听说过就是通过抗阻力运动是可以来延缓衰老的 不过抗阻力运动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要必须做这样的锻炼呢 OK 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 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看起来有老态 是因为你的活动力减慢了 你动作的敏捷度减慢了 你身体的协调性 还有你的手脑兵用的协调性减缓了 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比较老态或老态隆重 一个年轻的人有活力的人 他动作比较快比较敏捷 所以在中间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肌肉 OK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锻炼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如果在一个没有任何额外的训练的情况下 一般人大概从28岁到30岁开始呢 你的肌肉就每一天处在一个慢慢开始衰老 慢慢开始流失的过程 所以从差不多这个年纪以后呢 你的肌肉的强度 润度 你还可以使用它们多久 完全靠的就是锻炼跟培养 那但是所谓的抗阻力运动包括了哪一些 还有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呢 OK 所有的抗阻力运动呢 就表示有一个额外的压力 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刺激跟负担 所以我们一定要举哑铃之类的重物吗 对 只要是有额外的重量 所以这些就包括哑铃 free weights 我们在健身房常看到的哑铃 或者是仪器 甚至是我们用自己的身体的体重 都是属于抗阻力运动 或者负重运动的一种 那因为这些都是 必须要让身体撑着一定的重量 对 有什么要注意的 OK 因为我们用的是 我们自己身体来抵抗这个重量 所以在做的过程中呢 你的姿势 你使用的方式 你使用的部位 然后是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在支撑你 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在进行这样的运动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很多人因为姿势不当 而反而受了伤 不过我们今天就很幸运的 因为永惠呢 其实呢 她也有在做这一方面的指导 让我们赶快变装 然后呢 也去学习一下呢 一些简单的负重运动吧 我们今天就说到了 一些负重运动呢 其实是可以抗衰老低 没错 所以今天永惠呢 就会教大家呢 在家里面也可以轻松的 来做的一些负重运动 对 这些负重运动呢 用的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体重 然后还加上一些简单的道具 好 那永惠我们要怎么开始呢 好 那我们现在从 请建文先开始 我们先 对 我们要看看建文今天的体能到底怎么样 天哪 OK 好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这是一个靠墙就可以做的运动 然后对很多 刚刚开始运动的人啊 或者是膝盖受过伤 开锅刀在做复健的人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开始 好 博丹我们就是在这里没有墙 柱子应该也可以 柱子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请建文靠柱子站着 让你觉得 对 让你的背能够尽量贴在柱子上 轻松的挺直 往下坐的时候呢 然后记得膝盖打弯 然后找到一个你觉得 差不多可以了的位置 你的腿的方式非常好 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趾头 是朝同一个方向的 表示你的腿是成直线的 然后我要你有一点 坐在椅子上的感觉 好像一屁股一屁股坐下来 OK OK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吧 等一下 你要我保持这个姿势跟你聊啊 是啊 一般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次蹲下来以后 从这里开始 慢慢地数十秒 你可以了吗 OK了吗 可以啊 来啊 可以的话我们就加强使用 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在这里放一颗篮球 夹在双腿之间 对 然后如果你觉得 你可以再增加这个运动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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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上来 兜兜腿 放松一下 然后 所以在家里坐的时候呢 就是 未必要像我刚才那样 就撑那么久 对 没错 所以你刚才说十秒 十秒 就站起来 休息一下 然后再进行第二轮 好 所以一样的就是靠着墙 然后我们腿的位置呢 大概是你的 我们的臀胯的宽度 自然的一个宽度 是 身体顶的墙 慢慢地往下走 如果可以的话 走到一个 九十度角垂直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强 我们大腿内侧的运用的时候 可以加入一颗皮球 然后这时候 再拿上我们的重量 拿住你的重量 然后我们的上手臂 是跟我们的地板 稍微属于垂直 肩膀放松 核心收起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以保持上手臂 以地板垂直 这样的一个姿势呢 把我们的手往外开 手肘不离开 然后我们在动的 也不是身体 所以我们不是在靠 我们的胸肌跟背肌 在动 不要把它夸张地撑开 对 所以你的肋骨之间的肌肉 核心进去 还是收紧的肩膀往下压 所以我们在动的 只是肩膀里面的肌肉 好的 所以大部分我们常会觉得 这里的肌肉很紧 因为尤其我们长期 坐在电脑桌前面用的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是 所以这个姿势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 打开的动作 好 万一就是没有墙壁 然后也没有蹬住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够做 这样的负重运动 当然可以啊 这样的负重运动呢 今天靠着墙 我们训练的很多是 我们肌肉的耐力 在没有墙壁的情况下 我们一样可以做 类似的运动 而且训练的是 我们肌肉的能力跟强度 所以还是可以用到水平 对不对 还是可以用到水平的 篮球我们可以暂时不需要了 好 那对到了 好 那应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我们就从 我们平常知道的半蹲 还有Squat开始 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有三个地方 第一 膝盖要在脚趾头之后 第二 你的膝盖跟脚趾头的位置要一致 我试试看 然后请你我会来注重 对 然后往后坐 屁股往后 身体往前 屁股往后 身体往前 对 所以要记得身体要往前 对 身体往前 可是这个时候 你的核心肌群一定要跟着动 然后再站起来 用大腿踩下去 屁股的力量站起来 了解 对 这就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半蹲的动作 如何利用这个水平再增加难度呢 OK 如果我们利用水平增加难度呢 我们可以把刚才在墙上的运动 带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手脚的并合 第一个是 如果你可以停留在半蹲这个位置呢 我们一样可以做很多手臂的运动 甚至是肩膀的运动 或肩膀后侧的运动 所以友会 我们今天所有的运动做下来呢 会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OK 我们今天所有的运动呢 目的呢 都是在增加肌肉的密度强度 还有骨骼的强度 那肌肉的密度强度呢 给你的活动力 平衡性 还有你的敏捷度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些呢 也都是在我们面对衰老啊 还有疾病啊 很重要的一个对身体的保护性 了解 好 所以呢 大家就要勤加地去做这一类的运动了 好 我来试试看吧 用瓶子的这个 把这种往后蹲 屁股往后膝盖 很累的 当然这些抗阻力的运动呢 都是有延缓衰老的作用的 但是无论是任何的动作 任何的运动 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做到持之以恒的目标 没错 那下个星期呢 我们将会播出最后一期的健康养生了 到时会告诉你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 它们的不同点在哪里 记得锁定了 而节目接近尾声 也再次的呼吁大家到我们 试诚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 是 那我们是纽约 明天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